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龙潭景分局中心派出所警员罗俊宏、董杰亨, 9日凌晨巡逻行经龙潭去周峰路与龙平路1107巷扣时, 发现一辆红色字小客车看见警车经过时刻意靠边闪躲, 洋装让车扣加速驶离,二警直觉有意紧跟, 查询后发现该车是失窃车辆,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, 但该车不甚是如此相,拒绝停车受捡,过程中还猛烈冲撞警车, 二警随即先以警车挡住,罗元见情况危急而以车窗击破气击破车窗, 开车的41岁流姓男子及车内45岁父姓女子, 见二警妾而不舍追捕之后乖乖就歹, 而逮捕过程中,刘南因开车冲撞警车, 造成肩膀旧伤刚定脱落,经送医治疗后无碍, 罗元也因遭碎裂车窗割伤左手腕,血流不止, 由同事载送医逢了五针后无大碍, 经训中,刘、傅两人坦诚车辆是从新竹地区偷窃后开往桃园龙潭, 警方殉后依怯导,妨害公务,损公务,伤害等罪将两人移送法办, 令持续追查有无涉及其他刑案, 龙潭警分局分局长郭森勇时日未免二永警不顾安危, 奋力追捕嫌犯道案,并强调为净化选前治安, 警方查期打击各类非法犯罪, 对于在深夜一发生各类犯罪情势时段以加强威力扫荡勤务, 民众若发现不法情势, 可就仅向警察机关报案,共同打击犯罪。 13.09分更新 13.09分更新